那佛用什么方式呢 用教学 教学威胁 用这个做手段 我们把佛讲的一些道理 搞清楚搞明白了 正干 搞清楚搞明白了 是觉悟了 依照佛所讲的 方法去修行 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 这叫修行 那么这个时候叫 观贤皆福 观贤 照干 八万四千法门 你选择野门 有人选择两三门 没有老师知道的 有老师知道 老师一定叫你选一门 不会叫你选很多门 选很多门 不会拯救 像我们这一个房子 四面都有门 都有门进来 无论走哪一个门 都能走进来 你同时要走两个门 三个门 你是决定走不进来 你要想走进来 你必须把其他的放弃 只走一门 你就走进来了 不肯放弃的 变成什么 变成学者专家 把佛所讲的都变成知识 不是智慧 走一门 一门生智慧 主要晓得 一心 那个心是定的 有妄想就是三心二意了 有咋念呢 那心想的就多了 那个是烦恼 是知识 不生智慧 智慧的心永远清净 永远平等 只许一个念头 不能有第二个念头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啊 我们 ripe评论 不再评论 就是 有